而民眾黨內拼國會三黨不過半 但傳出黨內認為這個選情不樂觀 已經下收了不分區立委席次 保守估計只剩下六席 但昨天科辦總幹事黃珊珊立刻公布了內參民調 強調了柯英配和賴燒配 已經在誤差範圍當中穩居第二 主帥柯文哲在今天來到彰化 繼續拼路展 中日上午柯文哲來到彰化 拜廟搶合照的民眾 已經排好隊展現高人氣 不過日前民眾黨彰化現議會才爆出退黨潮 導致黨團滅團難道是趕緊來故莊嗎 總統大選還是整體的趨勢 一兩個變化其實不會影響很大 不過柯英配搭檔後 多家民調支持度卻呈現下滑趨勢 落後藍綠對手 傳中民眾黨內也認為選情不樂觀 預估不分區立委席次 將從八席調到六席 若不止跌恐怕連五席都不到 必須強化區域立委選戰 鎖定台中藍白河示範區宜蘭和新竹三地 加倍努力 再從那個基準線往上努力 也沒有下修這件事情 柯文哲否認調低目標值 近半千億萬也公布 七到八號調查的最新內參民調 奈交配29.9% 柯英配以來到27.6% 侯康配24.3% 他們已經追上賴清德 甚至在誤差範圍內 波斥支持度雪崩式走跌 這還要努力啦 台灣的選舉流動性實在太大 這個要打棒球的精神 裁判沒有宣布 這個比賽結束 都要拼戰到底 輕鬆看待民調變化 柯文哲深入中台灣 加強陸戰也要穩定軍心 結帳話綜合報導 不辨? 不辨?